国际调查记者联盟 星期一抛出震撼弹 将一份名为潘多拉的文件 公诸于世 揭露多国富豪权贵 开设离岸账户 在海外藏力巨额财富 我国也有名人名列其中 财政部部长东姑赵富鲁指出 通过开设离岸账户逃税的行为 多数发生在金融立法体系薄弱的国家 然而我国法律严谨 虽然现有法律允许公民 在持有营运牌照的银行 开设离岸账户 不过前提是 必须经过客户禁折调查 东姑赵富鲁今早在国会下议院 回答民主行动党八眼国会员林冠英的提问时解释 潘多拉文件所揭露的问题涉及14家离岸服务供应商的机密文件 这些供应商是通过司法漏洞为个人或公司在海外开设空壳公司或信托公司 但我国的并没有这样的立法作点 财长指出 大马金融业由国家银行根据2013年金融服务法令 以及2013年伊斯兰金融服务法令监管 至于离岸的金融活动 则是由纳敏金融服务管理局 在纳敏金融服务和证券法令下进行监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